我記得我剛剛到這個酒店 不知道第二天還是第三天被人投訴 就說我太大聲了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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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我隔離的最後一天 我決定拍一條VLOG 跟大家說一說我隔離14天 大概是怎樣 我睡醒的第一件事 不是塗牙洗臉 而是喝水 好了 喝這麼多水就差不多了 現在通常會先去廁所 好 其實我隔離也是每天第一個行程都是吃東西 吃東西就是看著NBA 因為其實我每年都有買NBA的League Pass 我買了很多年 因為它是自動續期的 我連年都忘了再廁所 近一兩年我看少了很多 因為我眼睛起床 我當我十二點多一點起床 基本上看不到什麼 但隔離的時候 因為每天都要有人來敲門 送早餐等等 你就會醒一醒 這個人就會早點起床 真的嗎?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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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天氣有點冷 我先穿衣服 我想說我隔離這段階段 其實長時間都是不穿衣服 但因為這幾天天氣太冷 然後這裡靠著海 我都忍不住要叫家人拿衣服進來 讓我穿一下 而且我隔離之前 很多人問我 你怕不怕隔離吃肥嗎? 我想說我隔離這個階段 不但沒有肥 還瘦了 基本上你肥不肥 不是看你吃什麼 而是看你吃多少 這餐餐會跟著甜品 還有很多澱粉 其實都沒有問題 消耗多吸收 無論如何都不會肥 題外說 看護人球真的很猛 看護人球那些佛球 真的衰得離譜 這個隔離期間我看了好多場護人 越看越猛 哎呀 穿過了護人球迷真的很慘 一般呢 我吃飽看完球 我就會做運動 我就來到這個窗口隔離做運動 太陽曬進來 讓個人精神一點 我知道現在香港封了健身 其實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和隔離膜分別做運動的時候 我想呢 有套餐和彈力帶 其實已經很夠用了 這個也是我香港的健身教練 阿Den送給我的隔離恩物 那或者呢 如果真的想不到要做什麼 其實呢 很多youtuber 即是外國也好 香港也好 都很多這些可以教大家 怎樣做運動的影片 那我向大家推介一下 我會看誰先 那我會看這個Bully Juice Criteria 它超辛苦的 如果你做到的話 都真的挺進階的 那它當然是我 很羨慕的身形 如果女生一看Coffee就很夠了 我覺得 好喂 那運動做完了 那呢 那就先喝兩瓶蛋白粉 因為說真的 隔離酒店吃的東西 那些蛋白就 一定不夠我每天的需要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喝蛋白粉 那我這十幾天呢 還有唱一下歌 練一下歌 那樣 彈一下結他 不過很好笑 我記得我剛剛 到這個酒店 不知道第二天 還是第三天 被人投訴 即是說我太大聲 然後 然後我馬上 超不好意思 之後那幾天 都不敢 不敢那麼大聲 四天都是 小小聲 希望沒有人投訴 希望沒有人投訴 哈哈 然後呢 這十幾天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 發生了 就是我記不記得看書 哈哈 這十幾天 我是看這本書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因為我這麼大個兒子 我真的沒有試過 看完一本書 我一看書 會睡覺的人 我沒想到這十四天 可以逼得我看書 我在隔離的時候 寫了很多歌 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 還有呢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 就是呢 我這個電腦白痴 其實我一向都不會做電腦的 會計劃的 然後我竟然會自己去學做beat 那雖然不是做到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但我覺得我開始了第一步了 給大家聽聽 那雖然現在做出來的就很厲害 我希望之後做出來的就不厲害了 那就可以給大家聽一下 哈哈哈哈 隔離的最後一頓 剛剛到了 這個隔離很好 因為它每天呢 有一個保溫袋 隔著 不怕冬曬 還有中餐 有西餐 還有素食給你選擇 所以這些東西都不怕不適合吃 而且它的份量也挺多 雖然我住在這裡比較偏遠 不需要太多朋友送東西吃進來 其實這些東西都夠吃 如果再送進來 怕這些東西又不吃 就會浪費食物 OK 今天在養架吃 配這個水果 還有湯 現在呢 差不多到晚上的10點了 準備了Mando Talk 因為今天是星期三 還有我最後一頓 最後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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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最後一頓 在Zoom做直播的一次 應該怎麼都會 都會回到現場 跟大家做直播了 好 剛剛就收拾了 我現在還有不夠10個小時 我就出拆了 其實這14天對我來說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過 好像多了一個時間 讓你自己去面對自己 還有你發覺 在一個環境裡 沒有人逼你去做任何事的時候 你都去做某一頓 你會覺得自己 原來我真的喜歡這件事 隔離這件事 是一件特別的事 好像是我們這個年代 需要經歷的事 說真的 我好像看書 那本書有一個點 說得很對 不要想自己是一個特別的人 因為你會覺得自己 不是一個特別的人 你才會想把事情做得好一點 就是我這個隔離的特徴 好了 我都廢話說完了 很神奇 在我的影片裡有計劃 下條影片我就出外面了 謝謝這14天 謝謝大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接受不到自己的樣子 好可愛 我忍不住了 我已經進去看完掃了 好久沒見我這麼乾淨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給個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